一大清早宜蘭下起 振振雨室 家长撑着伞穿戴雨衣 赶得送小孩倒小上课 是可以早一点宣布 早点讲 对 因为我们如果要接受小孩的话 然后又要上班的话 可能会在那种小学会有一点困扰 受到共办效应影响 宜蘭县24号 雨室虽然有达到停班课标准 不过县府23号晚间发公告表示 内容写到宜蘭县多个地区 有局部豪雨情形 如果有影响到上班上课安全 各机关在世情形 自己决定是否要停班课 消息一出引发民众不满 质疑县府 难道统一一个说法很难吗 特别转达家长 在今天在上学之前 如果说你来学校 有危险的疑虑 你就可以跟学校跟导师来做请假 家长没有反应说 这个雨室会影响上学的状况 不只家长有为辞 大批网友更惯进县长林子庙脸书 炮轰县长是因为被检方起诉 所以开始不管市政吗 还有人直言 如果没有担当 可以提早走人 没关系 雨还是蛮大 在宜蘭习惯 也是看林子庙他决定 对 然后再看老板决定 但也有民众认为 遵照县府政策没问题 只不过听班课与否 县府却给出各机关自行决定的说法 难免让民众无所适从 三天新闻 韩国人蔡小贤 宜蘭采访报道